他的邻居会说 哎呀这孩子我们早就说了 早晚要出事 你看果然出事了 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具有人格上的问题 人格呢和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提到过的性格是有所不同的 性格它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 而人格呢则是一个人整体的心理风格 这种人格呢一般它有三个特性 叫独特性 稳定性和整体性 整体性是由不同的这个东西所组成 那么人格是由什么东西组成呢 它主要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人的心理倾向 一个是人的心理特征 心理倾向就是对人的行为 具有导向性的内容和动力性的内容 比如我们的兴趣 动机 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行为的动力内容 你比如有的人喜欢音乐 有的人喜欢足球 有的人喜欢下棋 有的人喜欢这个和朋友在一块聊天喝酒 喜欢和人在一起 这就是人的兴趣不同 那么有的人呢在乎的是面子 有的人在乎的是物质的东西 有的人在乎的是成就 是干一番事业 那么这就是人的需要的不同 所以他也会出现不同的指向 不同的目标 这都是动力的 那么另外呢还有观念 信念 理想 信仰 这些东西呢就是导向性的东西 这种心理倾向是人后天形成 但一旦形成也是终身稳定 比如我们前面多次分析的跟性格相关的观念 从小就形成了人活脸树活皮 那他可能就非常在乎这个脸面 哎呀过分的在乎这种自尊 以致我们讲的他有点这个虚荣 那么如果有些人从小就记得 父母一句话叫人穷治不穷 那么他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麻烦 尽可能的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这就是他的观念对他的行为影响 那么同样理想信念和信仰 也是会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 而这些东西呢也是在他在后天 他的环境周围的文化的亚文化 和整体文化的影响 还有教育等等 使他形成了某些导向性的内容 这些东西一旦形成和他的动力性的组合 就成他的心理倾向 此外还有人的特征 特征我们讲的是心理特征 比如人的智力 人的技能 人的气质 人的性格 有的人一看就非常精明 有的人看似很傻 但大致若语 有的人呢 疯疯癫癫 有的人呢 不好说不好动 非常文静羞涩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他呈现给别人这些真相的东西 那么这些真相呢 有的跟气质有关 有的跟性格有关 气质呢 实际上是由一个人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 所决定心理活动发生时 快慢 灵活 平衡的这样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的不同组合就形成气质 那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小孩 一生出来的孩子在婴儿房里头 你会观察 有的孩子醒了以后呢 哭的声音是细细的软软的 而有的孩子呢 是清静蹦路 憋得脸都红了 叫的声音非常红亮 而有的孩子 在他醒来之后没有动静 周围看一看 非常安静 这就是孩子最早期的气质表现 所以呢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天的 他由人的生理特征所决定 那么气质呢 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性格 比如说他的这个心理活动发生的快而强烈的话 这种人他遇到刺激就会马上反应 在生活当中呢多表现为外向 容易激动 而遇到刺激反应较慢 或者说有一个停滞的那种时间差 那么这种呢往往在性格当中呢也是这样 他表现得比较沉稳 比较黏糊 我们通常把这种表现的话少 动作小或者慢的人 大多是归为内向类型的人 所以这个气质和性格 它是人的一种表现心理表现的一种特征的东西 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些内容 就是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 这二者的融合 不同的组合就形成了它独特的人格特点 这也是人格当中的一个特性叫独特性 那么整体性和独特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才能称为人格特性 就是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什么呢 它在人的生活当中不是偶尔的一次性的表现 而是一贯的表现 比如说自私 我们知道我们说这人之所以说他自私 那绝对不是说有一次他先雇自己了 没雇大家 那也可能那一次有特殊原因 但如果他几乎在一些有他人在的场合下 90%以上都是只雇自己不雇他人 那这个人就是自私的 再比如我们形容说一个人发脾气 如果说这个人平时很少发脾气 今天发脾气了 那么旁边的人会说什么 你看从不发脾气的人都发脾气了 那什么呢 今天这个事是说不过去了 也就是说是由刺激引发的 但如果说这个人经常发脾气 今天发了一次脾气 人家会说什么 哎你别理他 他就这样 那什么意思呢 不是因为你他发脾气 是他本人就爱发脾气 那么后者就是他的人格当中的一个特征 而前者发脾气就不属于他人格当中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了人格的概念呢 大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呢 绝对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表现 那么人格障碍呢 它有很多种类型 人格障碍总体来讲 就是说他比较稳定的 整体的心理活动当中 有些地方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呢 不是一次性的 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 也要解析说有哪些问题 其实人格障碍当中的比较核心的问题 一个是人的性格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他心理导向当中 和心理动力方面特征的 这个需要 兴趣和观念 这些方面出了问题 如果说他人格当中的内容 越多的偏差出现 比如说他兴趣 有庸俗的 或者不好的 不良的兴趣 他的需要是低层次的 而且也有一些 就是法律不能允许的 这种需要 他的观念 没有形成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符合社会规则 和符合社会道德伦理 以及辅责社会法律规范的 这样的一些观念 他也容易出问题 而且这种观念 一旦他已经成型的话 那么他人格一定会有问题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碰 小学的时候 我最多的一天 是因为大家偷东西 曾经一天武进派出所 警察大多数是对我进行说服教育 完了就放走 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年龄小 就这样反反复复 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我爸昨晚都说 说你这 说你孩子怎么能够坏 我一直心里也在 就是肚子乱 对 我说也没人叫我 就是这样 没有理由我做了一切 慢慢地从过去的小偷 发展成了强劫 没有理由我们就要讲 有的时候和人的一些 生理的问题有关 这个生理问题呢 可能会涉及到人的大脑 会涉及到他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国外也有一些研究 就是人格障碍呢 和人的这个生理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 人格障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人格障碍呢 它也是这样包含的不同层面 换句话讲 人格 如果说人格它形成 包括这样三个层面的话 那么人格障碍 也是由这三个角度 所要考虑的 一个呢 是人格 它的先天禀赋 对它人格的影响 那么先天禀赋呢 既包括人的智力的内容 还包括人的一些生理的问题 比如说和情 和生理有关的情绪问题 它就和人的先天生理的东西有关 第二个角度呢 是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环境的影响 这是我们在上集讲当中 多次提到的家庭 学校教育 社区 还有他所生活地区的亚文化 也就是风俗啊 一些观念性的东西的影响 这也会融入他的人格 形成他人格的一部分 第三个呢 是每个人 他成长过程当中 特殊的经历 这三个是形成人格 每个人独特人格的三个来源 我们在分析人格障碍的时候 也要考虑这三个角度 当然了 人格障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和其他的 我们常讲的一些 心理行为问题 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 在人格障碍当中 我们要考虑到 人的生理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某些人格障碍 是让人家直接从外部 从生长环境 所不能解释的 比如像刚才我提到的 那个案例 王丽华 王丽华呈现出的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理由 没有明显的外部影响 但是呢 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些行为 此外呢 人格障碍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源于他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这点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少年的家庭背景 有相似点 往往也就是说 他们父母在抚养方式上 在教育方式上 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性格问题 那么这个 在谈到这个 早期的抚养和教育的时候 那么国外对于人格障碍 也有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国外对于人格障碍 其中有很多特点的归纳 第一点是无情不爱 第二点呢 是冲动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种人 从小到大 都是这样 我只要要干的事情 我不管一切 我也要干 什么叫无情不爱呢 说简单点 叫冷酷无情 不懂得情感 不爱就是 他不会去爱别人 不懂得这种爱 像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女孩和他妈妈 两人相依为命 那么他妈妈哭的时候 女孩也哭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他妈妈伤心了 所以他就伤心 那么这个孩子 情感发育就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孩子 他妈妈在那伤心 他却无动于衷 他仍然在那里去玩 甚至对周围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这个孩子 在情感理解上就有障碍 而这种障碍 往往和人格障碍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人格障碍当中的无情 会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会涉及到他不能够移情 不能够去理解别人的感受 甚至不能够想象别人的一种情感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也不会回报人以情感 比如像蛇吧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 农夫捡掉一条冻僵的蛇 把他弄在怀里的污热 结果蛇醒过来咬了他一口 那么也就是说 蛇不会感恩 他没有情感体验和反应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 有没有人具有这方面的缺陷呢 也就是情感缺陷 当一个人具有这种缺陷的话 那么这种人就有一个特点 就无论你对他多好 他不知道 而且他也不会回报你 他永远不会感激你 因为他觉得这是应该的 所以这种情感缺陷 是人格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 刚刚我讲是冲动 那么国外他在研究 这个人格障碍的时候也发现 就说这种人格障碍的人 他的这种冲动的心理表现 类似于这个人九岁上下的心理 我们看九岁的孩子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他要做事 他那种韧性表现 往往就是说 当一个人三十岁做事像九岁的孩子那样 那就是一种不成熟的问题 或者就是障碍 所以我们讲障碍 实际上就是人心理发展停下了 停到某一个阶段 不再往前走了 或者退缩 已经到前了 他要退回去等等 这都成为障碍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 有碰 青春期的冲动 心理上的畸变 加速了一个孩子的蜕变 一步一步的 走向深远 上中学的时候 我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孩 就要她做我老婆 她没有答应 晚上 我拎着两把菜刀去了他们家 威胁她的家人 成长的故事 从我是坏小孩 看早期的人格障碍 所以我刚才分析了 这个人格障碍 它的两个特点 无情和不爱 当然人格障碍 有很多种类型 那么最重要的是说 人格障碍 它也有轻性的和重性的之分 轻性的人格障碍 一般就是只有 非常接近它的人 才会发现 就是说 它也能正常生活 但是并不会造成 严重的危害他人 和危害社会的结果 只是让人感觉到 它比较自私而已 或者说 他做事给人感觉 不成熟而已 这是轻的 那么还有一种 是重性的人格障碍 重性的人格障碍 就多发生在监狱了 也就是说 你到犯罪人群当中 去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在犯罪人群当中 具有人格障碍的人 占有很大的比例 比如像偏执 自私 边缘性人格障碍 就是不稳 或自恋 以及被动攻击型 等等 就是它会有很多 类型的这样的表现 所以 这个人格障碍 它在某种程度上 也会让人出现 违法犯罪行为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为什么在 我们少年 这个行为问题分析当中 会谈到人格障碍呢 那就是说 有一种少年 他虽然还没有发展到 犯罪这个阶段 但是在少年时期 他已经出现了人格障碍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家长 要懂得这个知识 也就是说呢 有些孩子是有原因的变坏 比如说他跟坏孩子的交往 他遇到了欺负 比如说他是我们说句话 教育方式太明显的错误 溺爱 或者说 总在变换生活环境 导致他的心理出现问题 有些孩子是没有理由的 他一直你待在身边 而且他很小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种 这种行为怪异 富有攻击性 而且你对他在情感方面 很难感化他 那么这种孩子 可能就是具有人格障碍的人 所以这个人格障碍呢 其中有一种 我们称它为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无情无义 那么反社会人格呢 对于这类人格的研究发现 它出现在人的儿童期 也就是说 人在六七岁的时候 就可以表现出一定的特征了 比如说撒谎 不负责任 这个逃学 这个行为呢 不守任何规矩 甚至呢 稍大一点 就开始离家出走 因为我们讲 他的冲动任性 此外呢 他在青春期 有人格障碍的孩子 往往就已经开始 尝试性行为 就是他不负责任 他只要逮着机会 他就去做 那么也就是说 他在青春期 就已经会出现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人到成年之后呢 在工作 在生活当中 会表现出什么呢 对人不真诚 就谎话连篇 然后呢 做事不认真 经常变换工作 不遵守任何地方的纪律 规章制度 此外呢 他们轻则 这个 就是说 伤害身边的人 重则呢 可能就会危害他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 无动于衷 毫无羞耻感 没有自愧心 也就是他不知道 自己错了 没有那种羞耻感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 就对家人不负责任 也就是他没有责任感 没有情感 所以呢 这种人格障碍的人 如果他一旦实施犯罪 往往也是无情无义 那王丽华当时也说到这一点 这个人质 不管他给钱不给钱 肯定是要杀的 他前面几起的案件 都已经把人质杀掉 所以也就是说 有人格障碍的人 他是不会承受信诺的 他说不会就是说 我答应什么事 就办什么事 而不是 他自己想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所以呢 我们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以后 有些家长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孩子 具有一些相关的特性 你在个人吃不准的情况下 可以求教育 比如当地的一些心理医生 心理门诊 那么我记得 曾经我在这个工作当中 遇到一个同志跟我讲过 有一个人 他是从事这个管教工作的 他后来在管教当中 他才看一本书 其中这个书中 就谈到了人格障碍问题 他突然发现 他自己的孩子 也有这样的问题 他曾经为教育 自己的孩子还是苦恼 也就是他的孩子 也属于这种 就怎么说 苦口婆心 严厉的教育 还是宽容的 慈爱的教育 都不能感化的 父亲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很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 他过去只是按正常的 这种生活规律 上下班来回家 后来为了这个孩子 他把所有的时间 只要自己能找出来的时间 都和孩子在一起相处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我即使不能改变他 我要把他看住 我不能让他学坏 我觉得这个父亲 也是一个非常可敬的父亲 非常称职的父亲 也就是说 他发现了自己的孩子 有人格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人在发展当中 最危险的时期 就是青春期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也是许多家长 应该了解的一个知识 就是如果你发现 孩子有一些 很特殊的这种表现 就刚才我提到的 这样一些表现 不是一次性的 是经常的 没有理由的 而且在情感理解 和情感反应方面 极其弱 缺乏交流 这个无法去感化他 那么这种孩子 多数都有人格问题 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在当地 寻找这个心理门诊 在医生的指导下 对孩子进行教育 那么如果帮孩子 度过了这个青春期 也就是说我们人格形成 和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我们讲这个就18周岁以前 如果安全地度过这个时期 那么我想这个孩子 再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性 就会降低 所以人格障碍 是生活当中比较少见的 但又是存在的一种现象 我觉得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理解这种现象 如果我们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可能就可以早期进行相关的教育 和心理治疗 来减少我们的孩子 发展成危害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罪人 好 今天这一讲呢 我就讲到这儿 下一讲呢 我要讲这个 如何对孩子讲性的问题 谢谢大家 她的名字叫梦想 叫希望 她渴望家的温馨 学校的温和 社会的温暖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话题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 令家长感觉到 平时对孩子难以启齿的 一个话题 但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什么呢 就是如何跟孩子谈性 比如有一名高中生 在早恋过程当中 导致这女孩怀孕 他并没有想让这女孩怀孕 女孩也没有想到怀孕 但真的就怀孕了 那么这个女孩 当时来找这个男孩 男孩措手不及 最后怎么办呢 男孩想半天 干脆把她灭了吧 找了一个同学 把这女孩骗到郊外杀害 所以呢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它说明什么 说明孩子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他很难以承担 这个行为的后果 也就是责任问题 因此呢 我们应该给孩子讲清 这其中的道理 那么我想很多事情防患于未然 所以性教育呢 一定要早点进行 在不同的阶段 要进行不同的教育 首先呢 这个性教育应该始于 什么样的一个时期 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我认为呢 性教育应该始于 孩子离开母亲 视线的这个起始点 当然呢 如果一个孩子还在幼儿园 那一般的幼儿园的老师呢 多是女老师 所以这个时候 孩子受到伤害的危害 危害性不是很大 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当孩子开始上学了 那么我们知道上学呢 孩子他主要的活动时间 和活动场所都在学校内 那么这时候呢 他就离开了家人 尤其是母亲的视线 换句话讲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 对孩子进行伤害的话 那完全可能 因为孩子还不懂 什么叫性 那么这个时候 应该如何对孩子 进行性教育呢 那我想也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家长来做 一个是学校来做 作为家长呢 可以通过 给孩子洗澡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 给孩子洗澡 我们会拿毛巾 去擦他身体的一些部位 而且洗澡的时候 孩子衣服是脱光的 那么你在洗澡的时候 就可以以一种 启蒙的方式来问孩子 为什么洗澡的时候 就可以不穿衣服 但是不洗澡的时候 要穿衣服呢 那孩子肯定回答 不穿衣服不好看呢 或者等等 他会有一些简单的回答 那么由此你告诉他 这个人的身体 有一些部位 是不能别人随便看 随便摸的 然后在洗澡的时候 顺便就告诉他 哪些部位 这些地方 都是别人不能摸的 如果别人要看 把你衣服扒开 别人要摸 把手伸到你的衣服里头 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回来告诉妈妈 也就是说 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 当你通过一次 两次 三次 孩子就会形成一种印象 就会至少他懂得 有些部分 是不能让人家看的 如果要看的话 这个事要告诉妈妈 那么也就是说 早期的这个性的启蒙 并不是性 而是身体的某些部位 是属于自己的 是不能被别人任意去看 去摸的 那当然孩子会问 如果有些叔叔要看怎么办 比如说 大夫 给我检查身体 那有些孩子会不就不脱衣服呢 那我们要告诉说 只要妈妈在场 你就可以让他看这些部位 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个十二岁之前 没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孩子 仍然需要大人的这种监护 所以从小要给孩子灌输 这样一个道理和观念 让他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 最初的一道 一种防线 或者一种能力 也就是说 在十二三岁 或者十一二岁之前 要让孩子懂得 这个是不能让人看 不能让人摸 那么作为学校呢 我认为 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程序 也就是孩子在入学的时候 可以组织孩子呢 看一些 这样相关的一些片子 我们现在有很多 对于幼儿教育当中 其中也有 这个性方面的教育 也就是说 怎样防止性伤害 成长本快乐 烦恼却不少 成长的故事 乐中有碰 异性的吸引 两性的关注 让处在青春期的少年 时常有一些 怪异的装束和举止 成长的故事告诉您 怎样与孩子谈戏 那么人进入初中 到高中呢 一般都在十二岁上下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呢 恰恰是人的青春期的 发动期 那么随着青春期的 这个到来 孩子呢 男孩出现了这个排经 女孩出现月经 他们开始知道了 这个人的身体 这个具有一种性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知道的有些学校 现在有一些青春期的教育 会给他们讲一些 相关的课程 我记得我的孩子 曾经有一天 拉着我的手 给我去看 他们学校发给的 一个课本 我觉得学校 做这样的教育非常好 那么但是呢 这个教育呢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少年的性教育 这个一直是 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 人们在谈到性教育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 就是生殖器官和生殖功能 而采取教育的方法呢 也把它放在 我们的生理课当中的 一章就是生殖系统 往往也就在这个范围内 讲到性的问题 而有的老师呢 觉得这个问题 讲起来还挺不好讲的 所以经常就这一章呢 就让学生们自习 那么我在这里想谈一点 我认为性教育呢 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人的性 而不要作为动物的性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认为这个性教育啊 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的教育 不是一个生殖系统的介绍 首先第一个阶段 性意识的觉醒 也就有了一个最初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理解 掌握性别的魅力 性别的魅力是什么呢 在心理学上 它可以作为一种性别认知 也是社会认知的一种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 出现了性发育 那么性发育特点是什么呢 女孩开始声音变细 身体变得圆润 然后胸部隆起 骨盆加宽 男孩呢 开始望高了长个 出现一些胡须 声音变粗 还有喉结等等 那么从外观上来讲 他们就开始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 刚刚我们讲到 他们最初的性意识觉醒 是互相的分离 但是他们却在暗中 关注了对方 而且也希望什么呢 希望自己能够吸引 对方的眼球和目光 也就是说 在男性的眼中 每一种女性是最可爱的 至少让你第一眼就吸引你 那么就是他的性的外貌 性的特征 以及他表现出来的气质 和他的一些心理特点 那么我想这个教育非常有用 为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一些少年 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 他的打扮是很怪异的 为什么呢 他只是想吸引异性的目光 但他真的不知道 作为性别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作为性别表现方面 哪些是美好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性教育问题上 首先应该给孩子进行的性教育 是性别特征和魅力的教育 让人知道性别它差异在哪 男性哪些东西是它的优点 尤其表现出来的优点 我们知道表现包括一些这样一些层面 第一 外貌 相貌的表现 第二 言语 第三 urima 不是 苏